前脚踏出门 后脚警方来逮人 被逮SOP他好像很熟悉 因为一周前他才被抓过 为了同件事偷机车领件 嫌犯除了上网贩卖偷来的机车领件之外 他们甚至还会收顾客的订单 等到顾客和他们下定指定要哪一种车款的哪一款零件 他们就会找到像这样子的机车停放区 来找有没有订单内的车款 进而下手行窃 新北市中和短短半个月就有八人手还报警 嫌犯两人一组 诚信男子负责买卖客服寄送货 高薪嫌犯则在外爬爬走 找目标 下手拆 得手后上脚 双北都有他们的犯罪足迹 两个月来得手三十几万 锁定的是改装机车 尤其避震器好拆又好卖 后避震比较好拆是因为后避只有两个螺丝 它价格卖得也比较好 它只要两个螺丝就拆下来 你假如锁防盗螺丝 它可能不好拆 对 就拆在这边而已 应该都差不多在五层至四层左右 对 会落差在这边 因为有的年轻人认为便宜 它就买起来加减用这样子 改装可以加装防盗螺丝 需要特殊工具才能解开 以防被窃走当成二手货还被买家买走 如果卖家是以远低于市价的价格来出售 或者是有其他不合理的情形 让人怀疑这是账物 买家却仍然愿意冒险购买 这样买家就有可能会涉犯刑罚账物罪 两名嫌犯住处起出大量零检账物 受害车主恐怕不止八人 嫌犯曾经当过改装车学徒 学了一身技能却用错地方 下场是警局再走一遭 东三中文旅家信仰 今天在新北市报道 请不吻